等一下第一步就是先把你的那个AVD 就是你模拟器先确定好 那我因为我现在用的版本是四二的 四二的长得有点不太一样了 不过基本上也大同小异 主要就是说需要几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你的名称 第二个就是Target就是你的SDK的版本 那各位可以看到因为SDK的版本 那Android最早出来 现在还留着大概1.5 现在最高是到4.3 那从4.3是18的版本 然后那个2.3是10的版本 1.5好像不知道5还是6 反正它一直往后面的版本 那因为我们这个课程 Android最新是到18 不过18基本上还太新 那如果说以入门的课程来看 用不到那么新的东西 而且太新的东西反而还是会有一些bug出现 所以对各位学习上不见得是好事 那我建议各位用2.33会比较平衡一点 你越大你将来画面很大 可是问题是他画面越大的话 相对的会比较吃那个电脑的那个CPU 那一般我觉得小小的就好了 你那么大一个看起来其实虽然很很看得很清楚 可是问题没有必要 我们也只是要知道说丢过去 有没有跑出来就这样而已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3.2寸的那一个就可以了 那至于其他刚才有同学就是说 一弱起来一奇怪一直弱不起来 它会出现那个memory memory fail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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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况 就是说因为他预设的memory 我这个这个地方是不用设定 这就ok了 各位可以看到我这边是预设是什么 256 可是你们如果是4.3的那个版本 他的模拟器设定是预设是512 那基本上512这个大小 如果在新的电脑上面跑都不会有问题 为什么因为现在至少都4GB的RAM嘛 那你4GB切个512应该都有 可是我们这边电脑好像没那么大的memory 好像记忆体只有 不知道1G还2G 所以1G还2G好像切512没有办法 他这个512指的是 从你现在电脑的记忆体把它share出来的 所以如果你电脑里面已经跑不到512的话 很抱歉 他就没有那么多嘛 那没有那么多怎么办就跑不起来 所以你就把什么 你的memory把它改成256 刚刚同学一改就可以启动 这个也是好像上个学期 我们上上学期上课遇到一样的问题 ok那这部分记得把它改小 然后呢就可以new一个新的 因为我是编辑 我是用edit进来 进来 那启动的话就直接点它按start就可以了 启动起来的话 就可以看到这边会有一个模拟器出来了 ok第一步就完成了 模拟器嘛 那第二步就是怎么样呢 就再来就是要开始写一个简单的app 那写app的流程 我想就是标准化step by step 应该照着我的步骤来做 基本上应该不会太困难 因为我暑假受邀到那个淡浆之工系 上了一两个礼拜的那个那个那个anjoy的证照考试课程 然后所以结果今天呢有个学生写了一封信 写了一封感谢的信给我 我觉得他写的还蛮洋洋洋洋洋洋洋的还蛮多的 然后呢就就感谢说我在那个短时间让他们可以很快学会 并且考到正照 我觉得也还感觉还蛮不错的 好那这里的话 第一个就是先把模拟器建立 第二步的话呢 再来就是怎么样 建立一个因为我们已经有建立工作区了 第二步的话呢 就再来就是建立一个anjoy的什么呢 anjoy的一个application project 就是一个应用程式的专案 其实app我们现在很常讲说 现在什么app或者叫app app实际上一般我们就叫app app实际上就是application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间这个单字 application的缩写 其实application就是应用程式 那应用程式其实不只是app 其实任何的视窗上面也都是应用程式 只是说 不知道为什么最后 指那个手机上的叫app 那这个可能是音源机会 无所谓那这个地方的话就先新建一个 这样一个专案 新建一个这样的专案 那新建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主意来看 首先的话呢 这个app name 通常我们第一个专案都会是叫做hello world 可以这里的话 我们给一个叫 一般都是hello world 开始好了 或者你打一个hello也可以啦 反正一个专案名称 第一个这个application name就是hello world 第二个呢 pocket name自己会不会产生 再来是package name 特别注意package name呢 这边他预设是come.example come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是公司 是哪一家公司吗 然后呢他预设是example 所以呢 如果你要把example改掉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比如说你的公司名称 比如说我们在劳工大学 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话打一个label 劳工label 就是come come就是我们哪一个公司 点label 哪一家公司 点hello world hello world 就是这家公司所设计出来的app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说buildsdk 那buildsdk就是我们要哪一个版本sdk 来开发 那当然你也不要用太新的 也不要用太旧的 我们就2.33 那最低的也就是说 你将来你这个程式开发出来之后呢 最少你的手机可以在哪个版本上面可以run 一般我们也用2.33好了 也就是基本上 2.33以前的版本 连装都不能装 如果说你要向下相容的话 那你不要用到1.1啦 因为1.0基本上你也找不到这种手机 现在可能有手机大概就2.1 2.2好像还有啦 2.1以前的根本就不用管 那如果说你要希望可以向下相容多一点的话 你可以大概选到2.1差不多了 好啊我们这边干脆就同意好了 都2.33算了 这样比较简单一点 2.33最低2.33好 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先create先新建一个新的 enjoy application 然后这边都hello world hello world label hello world 2.332.33 按一个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的话呢 其他都下一步就可以了 其他基本上应该就 没有什么太太多的问题要设定 这边就按完成 完成之后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套件浏览器上面呢 就会产生一个新的专案 这个专案名称 就叫做hello world hello world 那基本上 如果你没有做任何动作 你没有做 在上面没有做任何的东西的话 其实已经可以被执行到模拟器里面了 这边hello world 已经被被 产生了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 我如何要设计一个简单的一个功能 然后呢可以让我们怎么样呢 可以当我按下某个按钮的时候 上面有讯息可以被改变 大概就是这样子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专案 那专案名称的话呢 就会在套件浏览器下面 会有个hello world 那他的画面会在这里 这边就有个手机的画面 对不对 这个手机画面呢 就是将来呢 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面看到的 那你可以放大 run in run out 或者1 1就最大 把它缩小 run in run out 那你会发现呢 他现在预设呢 就是已经有hello world 这个 他叫testview 一个什么呢 一个 类似像一个标签 一个小标签在这个地方 那你可以去移动他的位置 那等一下我希望做什么事呢 他本来叫hello world 那我在底下再加一个button 这个button呢 你可以放在 这个他的下方 放开 当我按下这个button的话 请你把上面的hello world 改成别的东西 别的内容 按下他 改变内容 这样而已 ok 我想各位先是把这个专案 先设定起来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你好 谢谢 谢谢 到哪儿 再见 relatable 谢谢大家